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维基百科介绍呢 于成轩1992年1月9日出生 一业于台北实力大学幼教系 目前正在攻读整大传播学院硕士 2013年参加三例超级主播比赛 获选为培训主播 2015年加入一电视担任政经线记者 并成为整点新闻主播 气象主播 哦 于成轩本身很优秀上境外 他的家庭背景也很厉害哦 父亲于四组是中法民国空军少将退役 还曾担任国防部军制发言人哦 所以去年的婚礼啊 办的是风风光光 这个特别特别的照顾 我祝他们长长久久 而且也希望他们能够早生归职 我们台湾是守着就是要 这个连夜赶工早生归职 听说他们已经现在 已经差不多先有后婚了 怀孕了 没有啊 市长误会了 市长其实是要谈那个桃园的 生育率的补助真的很不错 是误会一场哦 等婚宴之后 我们会好好努力 对 增产抱负 想要生几个 两个 双胞胎怎么样 龙凤胎好不好 和即使老公的感情也是真的好 闪光淡来西 墨镜请备好 家人就是一辈子的牵绊 心里想着对方 然后时时刻刻都希望对方开心 希望对方过得幸福 一种相处上的就是很安心的感觉 觉得在他身边就觉得很安心 他就是一个很有责任感 然后很有肩膀 真情告白 他比较会去理解我的感受 我觉得这一点是我要跟他学习的 谢谢你让我走进你的生命 谢谢你成为我的家人 来当我爸妈的儿子 来当我奶奶的孙子 来当我的老公 因为你会替我高兴 偶尔会为我哭泣 因为你从来不假装 因为你拥有真心 娱乐当新闻 再次强调 即使老公真的没确准啦 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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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